学IT 拿高薪就来千锋教育 高品质全程面秀教学 零元入学 两周免费视听 今天的这个课程 今天呢我们来学一下这个 网页的解析技术这块的相关知识 昨天呢一天我们学了这个 网页的抓取 我们学了几个 两个这个库 还有两个工具 主要学了两个工具 一个是什么 Curl 还有一个我们的WGate 然后我们又学了request和这个url live 这两个库 那这些这昨天这几个东西啊 还是比较简单的 那我们今天呢学习完了以后 学习完了这个解析以后 我们把这两个结合起来 可以做一些 就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这个工作了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看一下这个解析库 首先第一个解析库是叫什么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装一下这个这个这个库啊 我们我先进一下拍子3 aft 为了353 我们可以配音福到这个库叫beautiful sop4也简称bs4我们直接PV install 这个 bs4就可以了 好我这边之前已经装过了 所以很快 这样就装完了 装完了以后呢 我们可以进到这个python里边 然后我们inport什么bs4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这个包导入进来了 就可以把这个包导入进来 那这个包呢 它的作用其实就是干嘛 解析我们的插面文档 注意这是xml文档 我们的html文档 只是xml不是html 只是xml文档中的一种吧 是不是 他都他遵循的都是这个xml的一个规范 是吧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官网 看一下搜一下叫bue 它的全称叫beautifulsoup是吧 bueautifulsoup我们看一下这个 哎 他这个是什么是 是 我们点一下这个啊 看一下它的官网 呃 这个这个地方 他这个搞了一个很好搞笑的这个画在这啊 这也算是艺术吧 这也算是艺术吧 是吧 对吧 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地方写的是什么呢 这个地方他写 实际上就是一个 html文档吧 说或者说叫xml文档是吧 然后他通过这个 我们把这段文档给他复制下来 我们考到我们自己的那个代码里 放在这儿是吧 我们写一个html这个doc是吧 然后呢 我们去运行运行他一下 呃 去创建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怎么创建呢 通过这个先把这个bs4里面 他有一个叫beautiful beautifulsoup 把这个导入进来 然后呢 我们用他是去创建一个对象 叫beautifulsoup 然后把这个刚才写的这个字符串 stmldoc传给他 好了 他没有报错啊 他只是打出来这一堆东西信息而已 然后呢 这样的话 他就创建了一个beautifulsoup 这个对象 也就是说我们这里的叫bs4 这个soup 叫soup 然后我们可以对他进行各种操作了 比如说 我们首先得我们写出现怎么样 可以对他进行一个让他输出的更规整一些 soup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你会看到他把这个文档打印出来 但是呢就像我们就像我们自己写过一样是吧 啊换行啊或者各方面都很很规范是吧 然后我们再看下面他还有什么功能的 soap点我们看一下比如说取一下这个里边这个title 我们取一下这个文档里面这个这一部分就这个部分啊 我们来看一下 那怎么取呢 直接很冷淡直接soap点title 这样的话就能取出来吧 我们看到取出来是一个什么对象呢 他是一个tag对象是吧 那tag对象他有什么东西呢 我们再看一下 dnr 他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这个属性吧 是不是我们可以看一下他这个里边都有哪些东西 他有什么这个什么text是吧 还有什么这个什么childrenparent是不是 呃属性包括他的这个什么tag呃这些都有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这个beautiful soap这个title假设假设我们只想取他的那个title 那我们应该怎么写text吧 这样取是不是就把他的这个直接给取出来了 那如果我们想取他的这个标签呢 就是说取这个title这个东西呢 这东西呢 我们看一下他是不是有一个叫tagname是吧 呃不对他这个是正的表格式 这个应该是 呃我看啊这个应该是什么 他这个应该直接就是取这个 呃这一步这一部分把这个连这个一块取出来 那如果像那种有属性的我们该怎么取呢 有属性的 比如说这里面有一个有很多a标签是吧 我们说soap点a a的话我们看到这里边这个a标签他是 有很多属性的是吧 我们看到这里啊 先先看一下啊 这里面他只列出了一个是不是啊 你列出一个的话那就是说这个 那这里面但是他有很多a标签吗 是不是啊 那他列的是哪个呀 第一个啊 他列的是第一个 一会我们再讲 如果要把所有的都取出来 跟怎么取 那这个时候 比如我们要取他的这个链接呢 我们应该取他的href属性吧 是吧 我们要soap点a点atrs 他有个这个属这个属性 这是什么 列出他所有的这个属性吧 是吧 然后在这个里边 我们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字典来用吧 是不是啊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取出这个href是不是啊 对吧 那比方说我要取这个class呢 那我就 我就class这样写就行了 是吧 同样的我怎么样 我要如果 但是我有的类 他有的标签 他有class属性 有的他没有class属性吧 所以怎么样啊 我们要先判断一下 先判断一下 他也有一个函数叫什么has a tt啊 比如说class 是处 那这样的话就我们就可以怎么样 去写这个属性 是不是 同样的 我们如果想取这里面的这个p 标签也很好去吧 我们看一下这个里边 这个p标签对应的是哪 是这吧 是不是啊 这一边 这是一个p标签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 soap点p 那他取出来的是什么 是一个p包含一个 这个b标签 那我们在这个里边 我们可以取他的一下的什么 children是不是啊 我们可以取一下他的这个children children 返回的是一个什么 接代器 是不是 反过的是一个接代器 那我们可以用一个list对他转一下 那我们看到他返回的是什么 是一个列表吧 是吧 那列表里面怎么样 只有一个 那就是这个 是不是 然后 然后我们再对他建议取 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把里面那个b标签的那个文本给取出来了 是不是 大家感觉我刚才这一顿操作 是不是感觉这个beautiful soap非常的方便 是不是很方便 是不是很方便啊 他还是总体来说还是这个 比较方便的啊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 那比如说我们要取出所有的a标签 刚才我们只取一个吧 就是第一个是吧 那如果我们要取出所有的标签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用一个什么soap点什么find 哦 是不是 是不是 a标签 这样的话我们就取出了所有的这个a标签 在这个地方是吧 啊 比方说我现在写一个东西说取出这个页面里面所有的 所有的链接大概怎么取啊 所有的链接 那我就是 for这个a应这个了 是不是 然后我去print一下这个a点什么 att啊 s s aref是不是 有这样了 这样的话我就把这个页面里面所有的链接给打出来了 他的这个他这个页面文档怎么样啊 就比较简单是不是 但是他其实道理都是一样再复杂的文档 他其实遵循的规则都是一样的 比如你可能写的时候就要更 更加的复杂一些 好了 那我们同样 我们去找一下 比如说 我们去找这里面有没有 他有个id 我们看到是不是 是不是有个属性 那我们可以根据这个 这个是不是可以根据这个id去找某一个这个节点的 可以吧 肯定是可以 一般我们在写这个解析的过程中 肯定有很多有这样的需求 那我们可以用一个soap点什么呢 范围的是不是 范围的什么呢 然后写个参数给他id等于link 是不是 我讲说我们叫link3 好 这样的话是不是把id等于link3的那个 就给找出来了 是不是 好 那这里面 假设我现在想 找出这个页面里所有的 文字内容 怎么写呢 所有的文字内容 不管他是在哪个标签里 是吧 这个怎么办 我可以用soap 他专门有一个函数叫gettext 是吧 gettext 这样的话就把我们这个里边所有的文那个 文字用这个换行符隔开 全部提取出来的 这个其实很方便 这个你在做那种就是那种 我爬去那种文章啊 或者什么那种那种那种这个 我网页的时候这个东西是特别使用的是吧 因为他那个文章里文章里边可能又含有各种标签什么的 你如果是那样提取的话就会很麻烦 是吧 我们能直接用这个函数直接提取出来 嗯 还是很不错 所以说beautiful soap这个东西它其实是一个 很强大很强大的东西啊 它除了这个速度慢一点以外 基本上 好像没有什么其他的缺点 用起来又很方便 是吧 然后基本上然后 写起来的话也 也也也比也也很也很方便 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这个东西 好了 那我们把刚才那个 这个这堆这个信息 我们给他 呃 写到一个文件里 好吧 我看到刚才我们写的这个东西是在哪 在这 是吧 一直到哪 到这 是不是 我们给他沾到一个文件里 在这个地方 我们写写一个这个 下面再写一个建一个文件吧 新建一个文件 掉了 哎 你没你也掉了 呃 还是不行吗 好了 呦 我 就这个太太奇怪了 这两天我我我怀疑是我那个系统升级的问题啊 但是发生很多奇怪的这个事情 那个鼠标昨天莫名其妙也不灵了 然后这个网线也老掉 还有这个 那个那个什么 生 昨天在晚上在家的时候 莫名其妙了 就开了几个 就开了个pycham 开了个qq 然后告诉我内存不足了就 莫名其妙了 16g内存了是不是 那就内存不足了 这搞笑吧 这吧 换换换换换一个电换一个电脑 是吧 我也觉得是有必要 但是这个是今年刚买的啊 对吧 你们这些人真是穿透别人花钱 真是这个啊 好 我们把刚才写的这个代码稍微的加一点重视啊 我们从这 在这一块 我们是说创建一个 创建一个这个 beauti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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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了就啊 哎呀我靠 这怎么老掉啊 这个这个东西 是我到底是我头的原因还是这个这个的原因啊 应该不是头的原因啊 等会儿啊 我去 我去换个头去 我我我我去 我去再拿个头去 我那边还有转移口 他 enfin 我 我 cant看个头去 húchúchua暂 onto you 这際道理阳他们还是一些来核的痊气 我推薦了 col床是要存在一万 clips 这是这个头 点上了吗 好 大家看一下 我这边已经连上网了 是不是因为我连了WiFi的原因 把WiFi关了 连上了吗 我重启一下WinC 好了122.149 又换了个头 所以他又换了IP 相当于换了网卡是吧 不会对啊 应该这里面没有网卡 网卡在我机器里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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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的这个函数 我们都给给他写一下 这个是取出什么 取出我们所有的这个判断这个 取出a标签的这个hr1属性是吧 直接都没显示啊 你看 那就是说跟这个头没有关系 哦 到底是线的问题电脑问题啊 你来换换一个网线来 你那个网线给我 我 我 你用我这个 勾长 谁谁的勾长啊 用你的 换一个网线 那你你用我这个 再来换一个 我重新 或者可能够找没有点 好 你们先量啊 我要把这个注释写一下 ip 没变 还是得刚才那个 所有啊 子节点 好 取出这一个a标签下a标签的所有所有属性 好 大家那个不要因为这个事情耽误了啊 那个我们继续 怎么啦 我看这边50个人连了 我看这边50个人连了 这个问题很严重啊 那要这样说的话 这个 孟会 125个人连生在和 如果 我 оп 有点那个问题 这样的话确实是个问题 换网线也不行是吧 换这个也不行 昨天上午的时候还是好好 上午没一下都没断了 就从下午开始断了是吧 然后我鼠标也是在那个时候断了 那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我我我干了啥事吗 那个时候 啊 代理 那时候代理 以前也用代理啊 看这个没关系吧 嗯 我们要不先用投影仪吧 好吧 用投用投影仪来来 来 我们先不要影响上课 那个投影仪那个事儿的 这个呢 在这儿是吧 现在投影仪开一下了 来 关一下灯那边 关一下灯 看一下灯 有 那空调节就关了 是吧 我这他这个设置简直是 啊 两个投影仪然后就好了 那那就就这么看吧 然后我愿意看投影仪的看投影仪 愿意看那个 vnc 那就看 vnc 好吧 vnc 如果断了的话就看这 不看这个 一下都不卡了 一下都不卡了 哇 雪 就是这么神奇 有点东西 好好好 那就看吧 前面的同学可以看这个 后面同学可以看那个投影 可以看这个啊 我要我要把这个路屏关了重新开一下 路屏因为它那个 就任何可紧 stub不击 咱申刺 喷 都不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